我們在高一上遠移到現在 我們學到的呼吸中有包含了有氧呼吸以及發酵作用 但事實上有第三種呼吸方式叫無氧呼吸 所以無氧呼吸與發酵作用不一樣 不能混為一談 都是無氧狀態 但是一個叫發酵一個叫無氧呼吸 好那我們看看無氧呼吸是怎麼來的 首先呢有些細菌 它是生活在無氧環境 這些是原核生活 它在地球剛誕生的時候就演化出來了 地球早期是沒有氧的 例如甲腕菌 例如脫氮菌 脫氮菌我們之後才會教 現在還沒教 所以土壤中有脫氮菌 那甲腕菌在土壤中或是動物的消化道裡面 這是為什麼我們會放屁 屁中有甲腕 我們動物的消化道內都有這些厭氧菌 沒有氧的環境有這個甲腕菌 那他們怎麼辦呢 我也要行有高效率的呼吸作用 他們就進行了跟有氧呼吸非常類似的呼吸作用 也就是他們也有糖解作用 丙頭酸氧化也有刻式循環 然後也形成了NADH跟FADH2 但他們沒有立腺體 所以電子傳染鏈必須在細胞膜進行 第一個 差異 電子傳染鏈不在立腺體 他們沒有磨妝膜器 在細胞膜 第二個 他們因為沒有氧 所以最後在電子傳染鏈 最後的電子接收者不是氧 而是其他的離子 像我這邊看到了硝酸鹽 接收電子變成亞硝酸鹽 或是氮 氮氣的氮 好 這個過程是接收電子 是個還原反應 所以這些無氧呼吸 其實跟餘氧呼吸非常像 只是電子傳染鏈最後的電子接收者不是氧 那有什麼不一樣 各位不一樣可多了 氧的電腹度很高 所以氧抓電子抓得很開心 所以自然就被氧抓住行程水 完全反應沒問題 但是這些離子 他們墊覆度可能沒那麼高 換句話說 你給我電子我也不一定要接收 所以他們接收電子的效率就差一點 所以電子傳染鏈跑的那個效率就差 就容易塞車 所以無氧呼吸產生ATV的量 就鑒於有氧呼吸跟放效作用之間 沒有放效作用那麼糟 但是也沒有有氧呼吸這麼好 但是無氧呼吸至少比放效作用好 反應過程是全部跑完 只是最後的電子接收者不是氧 而是硫酸鹽或硝酸鹽 那硫酸鹽就經過接收電子還原成硫化氫 或是硫硝酸鹽或是氮 以上是無氧呼吸的過程 目前無氧呼吸僅在細菌身上發現 部分細菌可以行無氧呼吸 以上這是對於無氧呼吸的介紹 那我們順便補奏一下 既然講到無氧呼吸 就代表不同的細菌對氧氣的需求不同 你們會聽到一些名詞 例如說耗氧菌就是愛氧氣的 有一種叫絕對耗氧菌 就是一定要有氧 沒有氧就會死 主要是因為它必須要靠有氧的狀態 行有氧呼吸產生ATP 你只要一缺氧 它就會走入發酵作用 ATP根本不夠 它的能量沒辦法周轉 它就死了缺ATP而死 這群叫絕對耗氧菌 它幾乎不能行發酵作用 一定要有氧的 另外一種叫堅性XX菌 你可能是堅性厭氧或堅性耗氧 就是不論你是耗氧還是厭氧 就是它叫堅性 堅性就是有沒有氧都沒關係 那如果你叫堅性耗氧 就是它其實比較喜歡氧氣 但沒有氧也活得好 那堅性硬氧呢 就是我其實沒有這麼喜歡氧氣 但有氧也沒關係 這叫做有氧沒氧都行 有氧時就行有氧呼吸 無氧時就行無氧呼吸 或發酵作用 這指的是細菌 因為無氧呼吸目前就有細菌身上看到 我們這個時候還沒有 好 最後我要講強調的是最後一個 那什麼叫絕對堅氧菌 代表絕對不能碰到氧 代表它在地球剛誕生時 它就演化出來 它一直沒有辦法 沒有演化出對抗氧氣的機質 大家會說氧不是很好嗎 氧會幫助你有氧呼吸 讓你產生很多的ATP 氧是雙面刃 它顛覆度高 它喜歡抓電子 所以有氧呼吸效率很高 但它也會讓你的身體 產生自由基 產生過氧化物 所以它是雙面刃 好 那我們這些 在氧氣中生活的生物 我們為什麼不怕呢 大家兒 因為氧氣在一體內 會產生過氧化物跟自由基 你的身上有一群酵素 叫做過氧化氫酶 或叫超氧化物什麼代謝酶 把它一堆名字 這些酶呢 主要分佈在你的細胞中的 微粒體 裡面有過氧化氫小體 就是它 好 我們演化出這些酵素 當你身體產生過氧化物 這些酵素會把它分解掉 讓你不要被突變 但是這些細菌 沒有演化出這些酵素 所以一旦氧碰到它 就成像過氧化物 過氧化物直接把這些細菌毒死 所以它碰氧就死 它就叫絕對厭氧菌 有這樣的現象 有名的有幾個例子 破傷風感菌或肉毒感菌 是有名的厭氧菌 它一碰氧就死掉了 所以它常常在哪裡生長呢 生鏽的鐵釘 所以有人被生鏽菌吃到 就會擔心你會不會被破傷風感染 破傷風感染會分泌破傷風毒素 會死人的很嚴重 所以它叫你趕快去醫院打 它相關的抗體或是疫苗 這樣子 為什麼是鐵釘呢 因為鐵釘表面 鐵會接收氧變氧化鐵 所以鐵釘表面沒有氧 氧都跟鐵結合了 所以細菌在那邊生長 氧都不見了 我就可以安心的生長 我們是絕對厭氧菌這樣子 好 那我們這個好氧菌 就是我們演化出對它氧氣的方式 因為氧是雙面嫩 你要拿到它的好處 也要面對它產生過氧化物的壞處 那有些細菌沒有演化出這些機制 碰到氧就死掉 好 那在座各位 如果你們去做的專題或近視驗室 會做到菌種鑑定 其實過去傳統的菌種鑑定 會加雙氧水 如果冒泡泡了 代表你有那個奔解孤氧化氫的酵素 你就屬於不是陰氧菌這一種 但如果一放下去 沒泡泡泡而且死掉了 代表你怕氧 你是屬於陰氧菌這種 因為一碰到孤氧後我就死掉了 所以它是鑑定菌種的其中一種傳統的技巧 那為什麼講傳統呢 現在很少人這麼做了 現在我要鑑定菌種 簡單菌種包起來冰凍 直接郵寄到生計公司 它跑DNA定序 由DNA序列直接看資料互比對 好 我跟你講 它是屬於什麼界什麼門 什麼屬什麼類型的菌種 學名就出來 序列出來 而且哪一株都知道 現在完全用基因在做比對 而且完全資料互化 直接做比對 那當然你只要花旗就可以做 所以變成比以前容易很多 真的 現在菌種鑑定 只要跑DNA分析 幾乎都能做得很完整 好 以上就是對於原核生物 對氧氣需求 我們分為幾種不同的細菌